看好明年的景气 各家航空公司都准备在三月底后 要全面的调涨票价 其中国人最喜欢去的东南亚 票价可能调涨两千块 而每家地区调涨一万到一万五千 涨幅高达了七成 各家航空公司的机票三月过后都要调涨 趁着还是低价的时候 有民众已经精打气算 抢先出国 机票太贵了 最近票价有点降 所以出国旅游是蛮划算的 现在的票价三月过后都要重新计价 像是华航每个路线都调涨 从两千到一万五都有 其中每家航线涨最高 一万到一万五间大约六成六 而长荣航空东北亚欧洲和每家也都涨 但欧洲线比华航便宜个五千块 国泰同样也是 而且就连东南亚县都要涨个两千块 而其实每年农历春节过后基本上都是旅游业淡季 不过航空公司看好旅游景气 因此三月底过后都会全面调涨